我开始补问题了 下面的问题我们就补了 我们就不实际 这个这上面没有了 我开始补了 我说一个我说过了 开始补立体 补的立体 这个叫立体式吧 我开始补了 现在我要你去求 I 是圈 L 是XDY 减去YDX 除以X平方 叫4Y 现在我就告诉大家 L为 RA 5的正向 B曲线 他老师问你 RA 那你告诉我 这个曲线具体的表达什么给我 你告诉我按照我们的次序 大家说这个时候 你们大家不能见到这个圈 就就想到格林 不可以的 大家知道格林是不是 它还是有条件的 你不满足条件不能用的 你告诉我第一步画图 我当然可以画图了 是不是这个L 所以具体的表达是并没有告诉我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 把哪个点绕进来了 是L 就这个反应 这就是我们的L 那么现在呢 我现在就问问大家 假如你使用格林 大家都这个提问你信不信 用定习分是没有条件做的 因为你们知道用定习分去计算 它就有个要求 是不是图画好了 一个是不是把L 用一个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 是不是不是指教主标记参数方式 你告诉我L 你能不能表达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L是什么玩意 是不是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题目 用定习分数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有人说老师那用什么 用格林啊 用格林大家听清楚 第一步 我们就要检查条件 P 大家知道是腹外 一定要听清楚P 是不是第二个是前面的玩意了 应该是X方 加4Y方 Q 是X 除以 X方 加什么 4Y方 那么下面你们大家都懂啊 是不是要求两个篇脑出来 当然这个比较好求啊 大家听清楚别着急 P 对Y的篇脑出来 是不是首先负号放前面 首先是不是分母平方啊 X方 加4Y方 括号方 分子对Y求偏老 还要一报 是不是就是X方 加4Y方 这减去分子保留 是不是分母对Y求偏老 是不是8Y 减去8Y方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实际上这个4Y方 减去8Y方 约定一下 就是减去4Y方 然后大家不要忘了 前面还有一个符号 是不是交换次序啊 所以结果变成4Y方 减一个4方 分母分母是平方 是X方 加4Y方 括号方 大家再算一下 它是Q比它是我 X 懂吗 它是Q比它下X 大家应该知道分母可算嘛 分母是X方 加4Y方 可算 分子对X求偏老是1 是不是就乘以这个万要 就是X方 加4Y方 这减去分子不要动 乘以分母对X求偏老是2X吧 结果约掉了 是4Y方 怎么了 结果是吧 那么你们大家不急 又看到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是它是Q比它是X 确确实实是等于它是P比它是Y 对吗 但是我问你 PQ有没有问题 有 有吗 有问题啊 你们跟什么问题在哪 零原点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PQ是不是在坐标原点 连定义什么 都没有 听了没有 大家说是不是连定义都没有 大家告诉我连定义都没有 是不是就不可能连续了 大家都连不连续 连续都没有 是不是连续可骗了 就是废话了 所以我现在问问大家 这个地方两个相等 大家说一定要把哪个点除掉 原点肯定不行 现在你们大家告诉我一下 这个题目 格林公司能不能用 不能 可不可以使用 不能用 格林公司用不起来 一个点都不行 大家有没有发现 紧接着他 就告诉你一个诀窍 格林公司你只要发现 用不起来 你就采取它是不是 肯定有几个点有问题了 大家说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点有问题 大家说还有可能有两个点 三个点有问题吧 大家听清楚 你记住我的话 V V什么图形呢 不知道 看分母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分母 是X番加4Y番 我告诉你 V图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做一个L0 是X番加4Y番 等于什么 R番 明白吗 明白没有 是不是X番加4Y番 等于R番 现在他老师就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括号里面有三个东西要说明 第一个东西要说明的是R 是要大于0的 就是R取多少我不在乎 懂了没有 就是R取多大 我并不在乎 随你吧 但是你不管怎么说 是不是要取个证数 第二个呢 我们有个要求 L 在L0类 这个话怎么讲 也就是说是不是你画的时候 R虽然随你取 但你不要取太大了 太大把我们L都超出去 那不行 那么你告诉我这个图圆 大家能看得出来吧 长半座是多少 R呢 短半座是多少 你们这个基本功没有啊 是不是写成了X番 2番 这叫Y番 2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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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图圆的长半座是R吧 短半座是2番 这个基本功啊 行了 我画图了 我画图了 大家看到这就是L0 懂了没有 那么我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规定 L0是历史人 我这一年讲的时候不给你们留一点点模糊的东西 必须是历史人 你不着急 你现在告诉我 就你这么一个动作 是不是把我们整个地球切成两块了 我们把周围这个环状的叫第一 里面这个椭圆状的叫第二 懂吗 那么现在如图 你为了这个偷懒的话 你就是如图吧 他老师问你一下 现在第一跟第二 哪一个使用可以使用格林 第一 大家知不知道我说格林 只可以是什么连筒 单连筒 第二个多连筒也行 格林只能连筒 多单 无所谓 那我问你 哪一个是可以使用格林的 第一 他说第二是不能的 为什么 挖掉的 是不是有问题 所以第二用格林是不行的 第一能用吗 能用 我用了 我开始用了 这个时候就进入到第三步 我告诉你 圈 大家告诉我 在第一上使用格林 他老师就要问你一下了 第一 是什么连筒 多连筒 我不是讲过吗 是不是 你只要使用格林 这份你别回答 是不是 这份你不回答 你都不能用 别回答 你告诉我一下 第一 什么连筒 多连筒 那大家说边界 是不是就要求了 大家告诉我 外边界 是不是要求是你实在 但是内边界 本来要求什么实在 顺实在 但是你规定了什么实在 你规定你 那不行啊 有办法 就是L 加L0什么 负 这行吗 听懂了没有 一定要记住 是不是外边界 一定要是你实在 是不是内边界 是要顺实在 听得懂吗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吧 大家告诉我 这个时候 应该等于第几 告诉我 第几 第一 大家有没有发现 贝极函数是 tosh q 比tosh x 减去tosh p 比什么 tosh y 是不是第四个嘛 不用算 等于几 零嘛 因为你两个很等啊 不要急 那与此同时 我们要想问大家一句话 也就是你们大家听清楚啊 也就是我们原来是理论上的 现在要转化成 可以实际操作的东西 是不是啊 所以你比如说 我们有好多的理论 刚刚发生 刚刚产生的 这个就发现 它一个只是一种理论 而且没有实践的 目前还是实际不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随着这个 实践推移以后就发现 咦 还是有使用家 才能用得上去了 你比如说 米波雷达 现在是对付隐形战斗机的 就是米波雷达嘛 但是米波雷达一开始 是苏联人发现的 是不是苏联人发现以后 研究所谓的米波的理论以后 就发现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是不是啊 一般有这个人 没一般的那个 当然我不懂这个东西 我看了一个科普的介绍 然后紧接着后来 就发现怎么回事 发现它后来 就造了一部米波雷达 这个米波雷达后来 以后呢 就给了一家什么呢 就是生产了以后呢 就给了一家 原来就 现在叫 当时叫南斯拉夫 然后紧接着大家知道 当时美国去轰炸 这个南斯拉夫的时候呢 结果呢 F117过来了 然后美国呢 当时是什么 是我跟你讲啊 开这个F117 出去轰炸你的话 容易到什么程度 所以等于想来 就到商店里面 去买面包 就这么容易 结果后来 有了一次 是不是一下子 怎么 被打下来了 打下来 有个据数 就在晚夜打下来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发现有用了 它是有价值的 知道吧 所以我就讲 现在我问你 L 大家一开始就发现 发现什么 没法弄啊 弄不了啊 为什么 是不是 L的方程都没给我啊 是不是定习份 是不是肯定弄不了了 这个怎么算呢 现在你就发现 马上就会转化成 可以解决了 你告诉我 这个左边可以拆成几个 两个啊 一个是圈什么 L嘛 大家说 还有一个是不是 圈L0符合 那我如果写个圈L的话 L0 大家说 前面一个什么号 符号 还听懂吗 听懂没有 这样一来以后 好啊 大家告诉我 原来是谁啊 是圈L的 大家都现在就发现 得有圈什么 L0啊 听懂了吗 大家说L0 有没有表达是 有啊 是不是L0 什么那个图圆啊 它是有表达是的 你们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把它写一下 叫XDY 减去YDX 然后除以什么 X法 加什么 是Y法 你们大家告诉我一下 我说过了 跟你们说什么了 就是曲线积分 包括我们马上要讲的 曲面积分 你始终要记住一个东西 就是能换则换 是不是 我反复强调这个原则 就是能换的你把它换掉吧 你告诉我这里面有没有能换的 有啊 给我看 L0是什么方程告诉我 是X方加什么 加4Y方等于什么 换啊 可以换 可不可以换 可以换啊 那就是2平方万之1 这样一来以后就可以得到圈 L0啊 大家说XDY 换什么 YDX 哎呀 我一看 有分母了没有 有没有分母了 没有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PQ好可爱啊 大家都P是多少 4Y Q是不是X啊 有问题吧 都不要算 没问题吧 是不是什么问题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给你考虑一下 是不是使用格林公司了 大家告诉我 这个时候格林公司 你看到的是谁 L0 你就告诉我吧 L0为真的是谁啊 第几 L0为真的是第2吧 所以这个时候格林手心 我告诉你 能不能用 来 大家再告诉我 L0为真的是谁告诉我 第2 是不是第2张使用格林啊 因为满足条件了嘛 大家告诉我下面 我说过了 用格林必须明确2点 告诉我哪2点 第一点 你这个单年龙 多年龙要说清楚吧 什么年龙 单年龙 第2这个单年龙 第2个 是不是什么时针 要说清楚吗 什么时针 你时针 有没有发现 完全配套 啊 是不是我要的 就是你时针啊 所以这个时针 你放心的使用吧 大家告诉我一下 应该是R平凡 应该是D直 说吧 第二 明白 大家告诉我 应该是Q对X的篇导数 说直 直 一 P对Y的篇导数是直 负一 两个一减是直 R 是R 大家有没有发现 B级函数就变成了一了 汤老师再问你一句话 我问你啊 B级函数十一的话 二重几分应该是面积吧 大家都那个椭圆的长半轴设计 R 短半轴设计 二分之R 面积有吗 有哦 所以结果就是 排 乘以长半轴 乘以短半轴吧 大家都结果是排 看到没有 这个道理懂了没有 懂了没有 懂了 接下来 跟您说懂了没有 接下来就是方法三 请你们大家务必要听清楚 我跟你们讲啊 你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你们做的题目少啊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大家 对服务场的曲线积分 是不是从起点到终点 现在你看一看啊 不要急 我来画个图给大家看 你现在告诉我 这个不一定封闭啊 不一定封闭啊 L P DX 加Q DY 接下来讲的这个知识 好重要啊 好重要 大家告诉我这个 有向曲线的呢 L差 对助标的曲线积分 现在我就告诉你 这是L吧 大家说这是起点吧 这是终点 这是L 你们现在告诉我 这个对助标的曲线积分 除了要考虑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以外 是不是还要考虑一下 怎么走啊 但是我就告诉你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就是从A 到B 路径不同 直不同 也就是这个 就算你的结果不一样吧 有可能啊 现在唐老师 基本上一句话 从A点到B点 有多少条路径 大家说 从A点走向B这个点的话 你如果看路径的话 是不是数不完的路径啊 第一种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从A点走向B点 你取不同的路径 得到什么 是不是不一样的结果啊 唐老师问你一下 这个就跟路径什么 有关 那么这个时候 唐老师跟你说 老老实说的 给什么路径 做什么路径 懂了没有 还有一种方式 从A到B 路径不同 直怎么了 相同 这个话怎么讲 就从A点到B点的话 是随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走 是不是结果都一样 大家说 这就表明 这样的曲线积分 是不是只跟什么有关 只跟起点和终点 这两个点有关 是不是跟怎么走 没有关系 你告诉我 如果是前一种 是不是你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后一种 是不是跟路径无关 那我问你 从A点到B点 是不是只要跟起点 中点B有关 是不是跟怎么走无关 那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 你说 我们从A点到B点 走一个路径 去除计算这一个 你告诉我 这个L 你有什么性 有自主性 什么叫自主性 我说了算 是不是我想怎么走 怎么走 听到没有 大家说 这万一就叫什么性 告诉我 与路径是什么 无关 懂了吧 那么首先 我们就要掌握一个道理 这里面知识很多 大家听清楚 这些曲线曲面 基本当中 这个部分的内容 容量是最大的 内容是最多的 一定要听清楚 那么这个地方 我首先就要搞清楚 跟路径无关 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地方叫 与路径无关问题 所以说呢 对助标的曲线 其方二维空间 我们只讲二维空间 二维空间 与路径无关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时候 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这个里面 不仅仅是一个 跟路径无关的 计算问题 而且它里面 有隐藏了 大量的考点 所以我们说 我们讲课要讲考点 人家考考你什么东西 要把考的东西讲出来 请大家看一看 这地方告诉大家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 你们大家不要把它 提说老师怎么证明 我说过来 这是大学教育里面 是必须证的 我当然可以轻松的 把它证出来 但是到了强化课 根本没有时间 因为这个证出来以后呢 要大半截课的时间 时间不允许 所以我首先就告诉大家 这个D 什么连同 单连同 大家听清楚 我们所研究的这个范围 一定是单连同 大家的单连同什么意思 就是整包包的一块吧 还听懂啊 另外呢 我还要告诉大家 PQ 在D上 连续什么 可什么 可骗到 懂了吗 那么也就是 是不是PQ 这两个函数 要求还是蛮高的呢 能听到没有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要跟大家说 以下 命题成立 那么以下 我们四个命题 不是成立 是等价 大家记住 以下的四个命题 你从表面上来看 是不是风马六八相机的东西 其实都是等价的 第一个 大家要仔细听啊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 我要把所有的考点 彻底的给讲出来 第一个 L P D X 加 Q DY 与路径 无关 这是第一个命题 是我这个曲线 基本上跟路径 没关系哦 第二个呢 是认识一个B曲线 C 包含于D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在这个 D这个里面 随便取一条风筋的曲线 我们总有什么 总有圈 C P DX 加QDY 等于几了 0 那么 有点说 老师 这什么意思 我来跟你讲 如果曲线积分 跟路径 没有关系 那么 任一条风筋的曲线 曲线积分 都是几 0 是不是一定是0啊 反过来讲 如果任一条风筋的曲线 你发现曲线积分 都是0 那么这个曲线积分 跟路径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没有关系的 听到没有 那么紧接着第三个 是 Touch Q 比Touch X 是很等于 Touch P 比Touch Y 那么这个话怎么讲 就是曲线积分 只要跟路径 无关 那么这两个片脑 就一定很等 反过来讲 如果这两个片脑 很等 是不是曲线积分 跟路径 一定也是没有关系的 听懂了没有 OK 就这意思 那么第四个 一定能够存在 一个二元函数 UXY 找得到 下面说 因为我要一点一点的 给你把问题弄清楚 是的 这个DU 大家懂不懂 DU 实际上就是表示 U的圈积分 刚好就是 刚好就是 P DX 加Q DY 大家告诉我 实际上就是什么意思 I又就是 Touch U 比Touch X 等于啥 P Touch U 比Touch Y 等于什么 Q 他听懂啊 是不是就这意思 OK 那么我说过了 你们大家 这个定理 只要知道结论就行了 那么 更多的证明的东西来 他也不可能 靠你去证明啊 是不是 如果是非的话 他说你帮我 试卷上出一道题 说我把这个定理 证明一下 他疯了 他不会 懂了没有 所以你会用 会用下面 我们就来 做一些说明啊